相信大多数Apple产品用户对这个图标和声音不会陌生 没错,这就是AirDrop AirDrop已经发布了8年 使用Apple产品的用户应该享受到了它带来的无数次便利 AirDrop优点有哪些 开箱即用,直观生动,传输灵活,黑衣对多传输照片乃至更大的视频 这项极为好用的功能 直到最近两年才有对手开始研发类似竞品 但是即便如此,大多数人对AirDrop的技术原理仍然了解得很模糊 甚至很多竞争对手在宣传自家的快船方案的时候都在以AirDrop作为参考 却说不清AirDrop到底是什么 可能从外表看起来,AirDrop就是一个基于蓝牙和WiFi的协议 甚至有人觉得AirDrop不过是苹果对WiFi Direct的一种应用实现 但是在教科书级别体验的背后,则是更为复杂的协议设计 直到一所德国大学逆向工程后,我们才有了对AirDrop更深入的认识 他们把结果以论文和参考实现的形式公开了出来 在解读这篇论文之前,需要简单的科普下三种技术的相关背景知识 首先就是以太网,通俗的说法就是双脚线的有线网络 最早计算机通过极限器互相通信 但是这种模式一个时刻只有一台设备能传输 本质上分类属于广播 如果两个设备同时发送,就会发生冲突 所以就制定了一套载波真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机制 这个机制名称就够长了,所以就不进一步解释 总规计限器这玩意儿通信效率很低 人们就因此发明了网条隔离冲突 网条后来就形成了现在的交换机 交换机通过学习可以了解物理地质和端口的对应关系 所以就形成了单波 在解决有线网络的传输之后 我们就用无线接入点 让WiFi设备能接入原来的有线网络中 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 一台无线路由器就是由交换机、路由器、无线接入点三块组成 但是无线接入点的形式并不能满足全部的需求 现实中我们需要让诸如手机、相机直接相连 于是WiFi Direct这种形式诞生了 但是说它是形式而不是技术 是因为WiFi Direct本质上就是让一台设备成为群组组长 也就是热点 就比如让手机连接相机的热点 就可以实现图片的传输功能 包括在iOS上也支持这个功能 但是为了安全性就需要设置密码 这个时候通常就是用二维码或者NFC来交换密码信息 当然也可以手工输入 虽然很多厂商的互传都是通过WiFi Direct的模式来实现的 但首先WiFi Direct并不是真正的P2P 多设备组网的时候 Group Owner就是绝对的中心 如果这个中心离开三个设备 那么这个网络就会解散 且各个互传安全性设计都不同 特别要注意安全性不仅仅代表加密 还包括身份验证 总的来说WiFi Direct的本质和普通的热点并无区别 均属于BSS 最大的标志就是设备之间需要通过接入点中转 而刚才抬到Group Owner的问题 如果要实现Full Match的互传网络 IBSS模式就是一个选择 IBSS模式就是一个让厂家自由发挥的模式 你可以用它实现无人机的编组 也可以做文件护传 但是护传在WiFi Direct至少是一个普通网络 而IBSS则是一个干净的白纸 厂商需要做更多的物理和电路协议层设计 听到这里你大概已经了解了AirDrop和其他护传本质的不同 也意识到了这项背后需要的复杂协议设计 讲完WiFi的部分之后 我们来谈谈蓝牙 蓝牙其中的低功耗标准通常被用于室内定位或者设备发现 像苹果的AirTag和FindMy就是这项技术的应用 一颗扭扣电池就能维持一年的电量 最后要谈的就是多波DNS 在苹果生态叫做Bunju 你可以把这样的协议理解成发现网上邻居 比如打印机 文件共享 媒体缓存 投屏等服务 听到这点你大概就能意识到Bunju搭配WiFi就可以实行类似AirDrop的功能 但是你也可能会想起WiFi Direct组网的局限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了解互传这个功能背后的工程考量 首先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除了加密就需要身份认证 如果没有身份认证 比如张三给李四传一张图片 那么王五就可以中间人截获这张图片 乃至篡改成另外一张图片给李四 另外就是可用性 第一点就是连接性 好的体验通常代表传输快 长时间能稳定传输 还能一对多传输 传输的时候不会影响其他的网络 同时设备发现 还有从点击发送到开始传输也要尽可能快 从这点看蓝牙传输之所以被抛弃 就是因为速度太慢 体验太差 在今天还会影响到耳机的工作 另外就是功耗的控制 如果长期开着WiFi Direct就会影响续航 最后就是金融性 WiFi Direct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成为快传的代名词 其中之一就是它根本就不是快传 就算一堆快传标准都是基于Direct 那还是等于没有标准 为了解决这一揽子问题 Apple在WiLine的IBSS基础上研发出了ALDL 苹果无线直连层 我们以AirDrop为例 讲解背后的每一个过程 当你点下分享后 蓝牙就会持续发送一个带有联系人摘要信息的广播 当其他人开启的是所有人模式 或者是紧线联系人 且他认出了你的身份 那么你们的设备之间的ALDL就会开始同步 这个机制就避免了WiFi持续活跃降低耗电 而且你仔细的话就可以注意到 ALDL的同步过程可以建议在点击发送前 这样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与此同时Bundro服务可以知道ALDL上有哪些设备 以及它们的设备类型 用户名 IP地址 以DNS的记录形式保存 随后接收者会在ALDL上建立一个HTPS连接 发送自己的信息 发送者会返回自己的信息 如果连接证书有效 后续信息也能印证身份 接收者会带着一张联系人的照片出现在发送者的界面 发送者点击发送后 会再次建立一个TLS连接 接收方会再次询问发送者的信息 包括图片的缩列图 如果接收者和发送者设备都属于同一个ID 那么就会默认接受 否则就需要接收者放行 接收者同意后 就会开始传输 传输完毕后就会断开连接 结束整个过程 而刚才只是AirDrop的大体流程 ALDL有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同步和选举机制 每个网络都有一个主节点控制发送窗口和跳频规则 同步的原因是为了统一发送窗口 跳频是考虑到频段干扰和每个地区无线电政策 同时选举机制会考虑到软硬件版本作为指标 通过让最新一代设备成为频率管理主节点 这样就可以保证新设备可以用新特性 也能兼容旧设备 之所以需要主节点和同步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互联的网络 为了避免CDMCA式的低效率争夺 因为冲突和不同步会产生传输错误 还需要设备不停减停浪费电能 选择了主节点统一跳频路径和分配可用传输窗口的形式 可以提升带宽利用率并降低耗点 在右图可以看到 AirDrop和普通AP模式同时传输 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协调最大化吞吐 更重要的是最早手机只有一乘一的连接能力 现实中就会出现连WiFi Direct就上不了网的情况 而AWDL就解决了这一点问题 另外AirDrop解决了身份认证的问题 通过PKICE的机制 未认证的身份只会显示设备名 而认证的身份会显示联系人名和头像 同时延长窗口机制可以允许WiFi休眠 或者是更多口页提升信道利用率 这就是刚才论文里的主要内容 他们除了逆向MacOS的AWDL之外 还在Linux做了一套已供验证 除了黑苹果搭配白果无线网卡之外 你也可以使用树莓派 搭配支持混杂模式和侦插入的USB网卡 运行他们编写的OWL和OpenDrop 实现类似AWDL加AirDrop的功能 而AWDL除了服务AirDrop之外 还会用在AirPlay Watch解锁Mac 跨设备剪切板上 他们的新项目还实现了 开源版的AirTag和WiFi密码隔空分享 聊了这么多 可能还是要谈一下 为什么其他厂商没有办法做到AirDrop级别的快船 首先是安全性 别的厂家就算有联盟 也不一定会有统一的身份认证 你更不可能让这些厂家去接Apple的更Ca 在可用性上 其他厂家快船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离不开2x2独立STA模式的普及 而Apple的AirDrop也离不开iPad和Mac的壮大 从而有足够动力和话语权 去定制特殊的固件和硬件 同理 只有其他厂家设足平板和笔记本之后 才有能力打通生态满足用户的需求 把体验放到细节 点击发送零等待就开始高速传输 也能让你分清联系人避免错传 AirDrop从一开始就是软硬件结合服务体验的代表 经过使用检验才会被主流接受 即便很多厂家会吹捧注入WiFi 6E 5G这样的概念 但是回归使用可能真的不如AirDrop实在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相关论文和项目链接会放在评论区 如果你还有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觉得有帮助不妨点个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